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有个小老头做寿司做得挺好挺出名 只要你们一句话 我让他明天就来这里亲手给你们做寿司 他要是不来我就杀他全家 约瑟夫讥讽道 古斯塔沃 你在这里开空投支票有意思吗 你说给我们钱是吗 那你现在就拿出来啊 你也不要专门给我一千万 你的一千万我一分都不要 你直接给我这些兄弟们一人两百万美金 现在就给 古斯塔沃哭丧着脸说道 约瑟夫 我们现在是在监狱里面 我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钱立刻拿出来给你们呢 但是只要你们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把这些钱安排到位 约瑟夫走到古斯塔沃面前 讥讽地笑道 古斯塔沃 你有点搞不清楚状况 我跟你说句实话 就算我给你时间 你也拿不出这些钱 古斯塔沃连忙说道 不可能 这点钱对我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 我只要给我的儿子打一个电话 最迟明天这个时候 他就能把这些钱全部安排到位 无论是现金还是转账 约瑟夫此时转过头来左右看了看 见狱警也没有来干涉 其他人更是不敢上前 便知道今晚就算是上帝显灵 也不可能救得了古斯塔沃 于是他对手下使了个眼色 一众人立刻将古斯塔沃那些动弹不得的手下 搬了出去 丢到几十米开外 这时约瑟夫才笑着对古斯塔沃说道 古斯塔沃 别挣扎了 实话告诉你 今天你必须死 古斯塔沃浑身一颤 脱口道 约瑟夫 如果你杀了我 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会放过你的 我的儿子 以及整个桑切斯家族都不会放过你 约瑟夫哼笑一声 撇嘴道 古斯塔沃 在你死之前 我让你死个明白 想要你命的人不是我 而是你的儿子 这不可能 古斯塔沃毫不犹豫地驳斥道 我的儿子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 桑切斯家族的人绝不伤害亲人 约瑟夫笑道 你儿子让我在你死之前转告你 桑切斯家族一个伟大的家族 不能因为你而美国政府以及罗斯柴尔德家族牵着鼻子走 你活着 桑切斯家族就只能受制于他们 而你死了 桑切斯家族就能够打破这个枷锁 所以现在是你该为桑切斯家族牺牲的时候了 说着 约瑟夫反问他 你觉得哪个国家的王储 在亲爹被敌人绑走的时候 还愿意待在王储的位置上 一心一意地等他亲爹回来 那不是傻逼吗 古斯塔沃顿时愣在当场 约瑟夫凑近 他又继续问 古斯塔沃 难道你觉得你儿子可以 古斯塔沃低着头不敢说话 约瑟夫见他那鸟样 赤笑一声 操 那你不是傻逼吗 说话时 约瑟夫特地加重了你这个字的发音 对面的古斯塔沃听到这里 整个人已是亥然无比 这他妈可真是杀人诛心啊 真杀人也真诛心 他惶恐无比地看着约瑟夫 苦苦哀求道 约瑟夫 我求求你 看在狱有一场 给我一条生路 哪怕让我跟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通过电话 他们一定会帮我夺回桑切斯家族的掌控权 到那个时候 你要什么 我都能给你 我甚至能让你离开这个监狱 约瑟夫笑着说道 怎么可能呢 古斯塔沃之所以跟你说这些 是因为你今天必须得死 我要破釜沉舟 并且绝不给你任何蛊惑收买我的机会 我的理智告诉我 如果我今天不把你干掉 你的儿子明天就会把我干掉 而且我的理智还告诉我 就算你能离开布鲁克林监狱 并且离开美国 你的儿子也一定不会让你活着回到墨西哥 所以无论如何 你都必须得死 此时此刻 古斯塔沃的内心一片绝望 他知道 约瑟夫能跟自己说 这么多就必然不会饶过自己 他等于再断自己的退路 而这两人的对话也一字不落的全部落到了夜晨的耳中 卢卡斯没有这么好的听力 他只能看着那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墙 忍不住诧异的说道 怎么感觉事情好像不太对劲 他们如果只是想教训古斯塔沃的手下 那应该已经结束了 难不成这件事情又有了什么新的变故 夜晨随后站起身来 微笑说道与其在这里猜 不如直接过去看看喽 卧槽 卢卡斯吓了一大跳 连忙要拦住夜晨 道兄弟你可别去凑这个热闹 这两拨人都不是什么好货 咱们可惹不起他们 夜晨笑道 我又不是去看热闹的 我是去当和事佬的 你在这稍坐一下 我去去就来 卢卡斯眼见夜晨转身就往人群走去 吓得连忙低声喊道 兄弟我没有要紧啊 当什么和事劳 这种时候谁出头谁倒霉 快回来啊 夜晨冲他微微一笑 摆了摆手大步走了出去 此时人群中间的古斯塔沃 还在苦苦哀求 约瑟夫 你如果今天杀了我 那就是上了我儿子的贼船了 你想象罗斯柴尔德家族 怎么可能饶过你 我可是他们的人质啊 有我在 他们在墨西哥的很多勾当 就可以非常顺畅的推进下去 我要是死了 他们一定会把责任都怪到你身上 约瑟夫笑道 不要紧的 你死了之后 你的儿子就会立刻跟罗斯柴尔德家族 重新谈判 到那个时候 他会把我保出去的 古斯塔沃脱口道 怎么可能的约瑟夫 他连他亲爹都要杀 怎么可能对你言而有信 块头大 脑子小 你实在是太蠢了 你懂个屁 约瑟夫不屑地说道 古斯塔沃 你真当我是傻子吗 我这么多兄弟都知道 我们是受了你儿子的指示 才杀你的 如果他不保我不保我们的话 那他杀你的事情就会流传出去 他自己在桑切斯家族也站不稳 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 你死了之后 他们不可能为你报仇的 因为他们这个家族 几百年的宗旨就是利益至上 你死了他们 一定会第一时间跟你儿子合作 否则的话 岂不就什么都没了 你连这都想不明白 怎么能在墨西哥 横行霸道这么多年 古斯塔沃此时此刻 已经彻底绝望 他知道自己今天必死无疑 因为自己的儿子早就已经给自己 做了一个必死的局 而约瑟夫也已经下了 必须杀死自己的决心 此刻自己身边 没有一个人能保护自己 自己除了死 已经没有其他可能了 约瑟夫这时候 也已经失去了 与他继续交流的耐心 便对手下人比了比手势 冷冷道干掉他 话音刚落 几个手持力气的小弟 立刻向着古斯塔 握包夹而来 古斯塔沃看到 那露着寒芒的刀尖 不敢想象自己 今天死得会有多惨 这时 那几名小弟面露猙獰 挥舞着手中的匕首 就要朝着古斯塔 握心口和后脑猛扎 就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候 人群外忽然传来一个声音 高声道 你们几个 给我个面子 手上都停一停 上门龙絮 叶公子 第2932章 就看你听不听话了 人群外忽如其来的一嗓子 让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回头看去 无论是约瑟夫 还是古斯塔沃 都没想到 这时候竟然还有人横插一杠 正纳闷着 叶尘便已经分开外围众人 迈步走到了古斯塔沃 和约瑟夫的面前 那些被推开的小弟 也没想明白 自己怎么就被这个 瘦高个姿的小子 推到了两边 没等反应过来 人就已经从自己身边 走过去了 约瑟夫见叶尘 是个陌生的东方面孔 顿时恼怒地 指着叶尘质问道 你他妈什么人 找死是吧 说着 他不愿在叶尘身上浪费时间 立刻对身边两名手下呵斥道 把这小子给我拉出去 往死里打 两人一听这话 立刻摩拳擦掌 朝着叶尘逼近 在他们看来 叶尘身材瘦高 一看就是从不锻炼的那种人 而他们俩一个个 都是全都比顽口还大的肌肉男 教训叶尘简直一如反掌 两人迅速来到叶尘面前 一人伸出一只手 便准备将叶尘抓住拖出去 可没想到 叶尘忽然发难 猛然出手 竟将两人伸出去的手臂 死死抓住 两人表情 均是一阵 谁也没看到叶尘 是怎么出的手 但自己的手 确实就被叶尘抓住了 就在两人 诧异不已的时候 叶尘双手 猛然向内一凝 将两人的手臂 瞬间凝地变形 一阵噼里啪啦 如同鞭炮般的声音传来 两人也因为 手臂巨大的扭力 直接在原地 翻腾半周 脑袋直接撞在了一起 瞬间都头破血流 此时最惨的 还是他们的手臂 都已经不知断成了多少结 随着两人坐在地上 哀嚎不已 一众人已经完全被叶尘吓到 他们根本无法想象 叶尘如何轻而易举 便将两个体重超过200斤的肌肉 难宁地凌空翻转 这种力量 就算是全美最强大力士 也不可能做得到 约瑟夫也是看傻了眼 他没想到 自己身边最得力的两个手下 竟然转瞬间就成了废人 他是混了很多年帮派的 见过各种各样的伤 自己这两个小弟 被凝断的手臂 已经翻转了不止一圈 这种惨烈程度 就算是全力治疗 全力康复 将来恐怕都拿不起一部手机 基本上就等于 没了一条胳膊 这种实力简直强到匪夷所思 有些紧张的约瑟夫 下意识地问叶辰 你究竟是什么人 到底想干什么 你再能打 也未必打得过 我们三五十人吧 叶辰笑了笑 一本正经地看着约瑟夫 认真道 你小子真是贱人多忘事 我是你叶叔叔啊 你忘了 约瑟夫没想到叶辰 竟然开口就骂自己是贱人 看着没自己年纪大 竟然还说是自己的叔叔 顿时怒不可遏地 对身边几名小弟吼道 一起上 把他干掉 几名小弟心里虽然紧张 但毕竟有武器在手 再加上人多势众 认为自己胜算并不小 于是表情一寒 转身就要朝叶辰发起攻击 叶辰这时候做了个阻拦的手势 一脸认真的对约瑟夫说道 你小子忘了吗 我和你爸是忘年阿娇 平时一直叫他大哥 既然我跟你爸是兄弟 那你不就得叫我叔吗 说话间 叶辰一道灵气 已经悄悄打入约瑟夫的大脑 约瑟夫整个人瞬间一睁 随即看向叶辰 一脸激动地说道 卧槽 叶叔叔 真是您阿叶叔叔 这两声叶叔叔 把现场所有人都喊得目瞪口呆 都以为叶辰是不长眼来找死的 还大言不惭地说是约瑟夫的叔叔 这不就是活腻了吗 可谁也没想到 约瑟夫竟然承认了 这时候 约瑟夫激动不已地主动上前 双手握住叶辰的右手 兴奋地说道 叶叔叔 您怎么到这里来了 周围一众人已经惊掉下巴 古斯塔沃也看傻了 而叶辰却是一脸 云淡风轻地说道 这监狱又不是你家开的 你能来 我就不能来吗 许你犯错误 还不许你叶叔叔 犯错误了 约瑟夫此时 无比恭敬地说道 对对对 叶叔叔您说的对 叶辰白了他一眼 随后指着古斯塔沃 开口道 今天你给叔叔个面子 这个人就先别动他了 约瑟夫没有半点 不假思索地说道 行 既然叶叔叔您都说话了 那我肯定不能再动他 说吧 他看向古斯塔沃 一脸严肃地说道 古斯塔沃 你他妈今天是走大院了 要不是我叶叔叔出来帮你说话 我肯定让我的兄弟们把你扎成马蜂窝 古斯塔沃也没搞明白这到底什么情况 但听到约瑟夫的话 他心里又止不住涌上一股 劫后余生的庆幸 联想到自己差点被儿子暗中做掉 眼泪便控制不住地夺狂而出 叶辰这时候来到古斯塔沃面前 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上 冷声道 你哭他妈什么哭 有点出息行不行 古斯塔沃没想到叶辰竟然抬手就打自己 心里第一反应是怒不可遏 可一想到是眼前这人帮自己拦住了约瑟夫 于是便只能忍气吞声 故作感激地说道 先生 谢谢你救了我 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报答我 叶辰不屑地说道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鸟样子 你拿什么报答我 虽然我大侄子暂时饶你一条狗命 但你觉得你现在还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吗 你们整个家族现在都有你儿子代为管理 可你儿子又想要你的命 你想过没有 今天我大侄子不杀你 明天你儿子会不会再找别人来杀你 古斯塔沃一下子无言以对 他也是这一刻才终于想明白一件事情 既然自己的儿子有意干掉自己 全面执掌整个犯罪集团 那自己之前在布鲁克林监狱里的一切 不过都只是虚假繁荣罢了 到那个时候自己在这监狱里 恐怕就更没有靠山了 而且人都说开工没有回头见 儿子今天既然已经让约瑟夫对自己动手了 那只要自己还没死 他就一定不会放弃这个念头 也一定会继续想办法暗杀自己 更憋屈的是自己还不能去找罗斯柴尔德家族求助 罗斯柴尔德家族给自己提供特权 也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儿子放弃 认为自己还有利用价值 如果他们知道实际情况的话 那自己对他们来说也将失去一切价值 所以如果自己找不到一个强大的后盾 那自己用不了多久 就一定会死在这所监狱里 眼下的叶辰就是自己的救命稻草 于是他连忙哀求叶辰 先生求您给我指一条明路 只要我能度过眼前的劫难 我愿拿出一亿美金作为酬谢 叶辰不屑地说道 得了吧 你眼下能把命保住都全是拜我所赐 下一顿饭别说喝红酒吃牛排 你他妈能不能活到那时候还是个未知数 都这样了 你心里还幻想着重新夺回你们桑切斯家族吗 你别忘了 你被美国人判了终身监禁 这辈子都出不去了 古斯塔沃无助地问 那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叶辰淡淡道 跟着我 以后我照着你 你去跟玉井说一声 从今天起 搬到我的牢房跟我一起住 我来保护你的安全 古斯塔沃不知道 叶辰为什么明知道自己翻身无望 却还愿意帮自己 想来想去 他心里不禁暗存 莫非这个人是个基劳 一定是这样 不然他为什么帮我 为什么愿意照着我 还让我搬去他的牢房 跟他一起住 可是 可是他看上我什么了 毕竟我都一把年纪了 这时 叶辰见古斯塔 卧半赏不说话 便冷声道 我警告你 我可不是白帮你的 我帮了你 你就一切都要听我指挥 我让你做什么 你就要做什么 否则 我就直接告诉我大侄子 你的死活 我不管了 听懂了吗 古斯塔沃下的一颤 连忙说道 我 我懂了我 懂了 说着 他强压心底的屈辱 走到叶辰面前 低着头哽咽道 以后 您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只求您能照着我 别让我 被其他人杀死 叶辰满意地点了点头 却故意冷着脸道 我要不要照着你 就看你听不听话了 古斯塔沃连忙道 我听话 我一定听话 说着 他主动将手 伸向叶辰的裤兜 叶辰还以为 这家伙是有什么好东西 想拿来贿赂自己 没想到 他竟然把自己的裤兜 翻了出去 然后唯唯诺诺地 将翻出的裤兜 攥在手里 可怜巴巴地看着叶辰 表情屈辱不堪 却又屈意迎合 叶辰一下子就明白了 这家伙的意图 这他妈不是美剧 越狱里面的梗吗 合着这老家伙 还以为自己对他有企图 感觉一阵恶心的叶辰 直接抬手叶尔光 将他抽出极米远 骂骂咧咧地说道 你他妈有病吧 你看老子 像是搞鸡的吗 再他妈恶心我 我直接让大侄子 整死你得了 古斯塔沃场这么大 第一次被人打脸 老脸瞬间就肿得老高 虽然他第一念头是生气 气到恨不得凭空变出 一把X47 然后把一梭子的子弹 全都打到叶辰身上 可是 他下一秒却忽然有了一种 如是重负 劫后余生的庆幸 看来 约瑟夫这个忽然冒出来的叔叔 并不是要对自己图谋不轨 自己终于不用忍辱负重了 很快 那种庆幸便将之前的生气完全压制 他脸上也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只是这笑容显得十分谄媚 一脸谄媚的他 看着叶辰 陪着笑说道 对不起叶先生 是我理解错了 您别生气 您千万别生气 您放心 从今天起 您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2933章 有切入点了 约瑟夫的小弟 到现在也没从震惊 与诧异中回过神来 他们想不通 老大策划这么多天 就为了找个机会 把古斯塔沃干掉 结果眼看就要成功了 却忽然杀出个老大所谓的叔叔 关键这个叔叔 还比老大年轻不少 更离谱的是 这个年轻的叔叔 站出来说了一句话 老大就直接把所有的计划 都终止了 不过 他们能被约瑟夫 选来执行这个计划 起码忠诚度 还都有保障 所以就算心里诧异 只要老大发话了 他们也只能无条件听从 叶晨也知道 这件事情到现在还不算完 今天两边起了冲突 古斯塔沃的小弟 全被打趴下了 就算罗斯柴尔德 家族不来过问 典狱长也一定会问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今天 古斯塔沃没死 约瑟夫也要给古斯塔沃的儿子 一个交代 所以 如何稳住这两头 让今天的事情不会产生后续影响 才是眼下的当务之急 于是 叶晨便对约瑟夫说道 大侄子 让你的兄弟们先退到一边 有点事情 我需要跟你和古斯塔沃好好聊聊 约瑟夫此刻的脑子里就两件事 叶晨是自己的叔叔 然后自己必须对他的命令无条件服从 所以 他完全不假思索地对叶晨说道 叔叔放心 我这就安排 说吧 他叫过几名小弟 而雨一震之后 一众小弟便立刻腿开十余迷远 为他们三人留下谈话的空间 叶晨这时候 开口道 今天这件事情 闹得已经很大了 所有犯人都看到你们两边在起冲突 好在他们还没有看到约瑟夫这边要动手杀人 所以现在我们要商量一个统一的口径来应对监狱里这些人 包括点狱长那边 以免事情继续发酵 约瑟夫恭敬地说道 叶叔叔 一切都由您做主就好了 我都听您的 叶晨满意地点点头 称赞道 好侄子 没看错你 说完又看向古斯塔沃 问他 你呢 古斯塔沃连忙供着身子说道 叶先生 我 我也一切听您吩咐 叶晨点点头 认真道 既然你们让我做主 那我就说一下 我的大概解决方案 首先 今天这件事情 无论监狱里任何人问起 一定要说 是约瑟夫这边 对古斯塔沃 长期以来享受的特权 非常不满 所以想借机 教训一下古斯塔沃 除此之外 别无其他 两人立刻不停点头 完全认可 叶晨所说的内容 叶晨继续道 其次 这里说不定 还有古斯塔沃儿子的眼线 所以你不要等他回头质问你有没有成功 等一会自由活动的时候 你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 告诉他今天是为了先试探一下 看看预警那边有没有什么动作 然后告诉他这两天 你就会找机会把这件事情落实 约瑟夫自然百分之一万同意 只是古斯塔沃有些担心的说道 叶先生 如果我儿子一直催促约瑟夫 动手该怎么办 拖也不能一直拖下去 否则的话 他一定会起疑心的 一旦他起了疑心 他就会找其他人来对我下手 叶晨点点头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跟你说的问题 顿了顿 叶晨继续说道 首先我刚才也已经说了 这只是一个缓兵之计 最多也就能拖延两三天 所以我会在这两三天的时间里 找到一个保你的机会 古斯塔沃紧张不已地问 叶先生 请问您现在有没有什么方案 能够保护我不被我儿子干掉 是 叶晨微笑道 你想在这里不被你儿子干掉 那就要从点狱长的身上下手 给你提供额外的保护 那我相信在这所监狱里面 绝对没有人能要你的命 古斯塔沃表情有些为难地说道 这里的点狱长 看起来身份虽然并不高 但他其实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 他只听命于罗斯柴尔德家族 对外人根本做不放在眼里 我去求他帮忙 他不仅不会答应 反而会第一时间将情况汇报给罗斯柴尔德家族 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知道 我儿子想要干掉我 那他们也就知道 我对他们已经失去了价值 到时候我只会更加危险 叶晨问他 你能带我去见一见这个点狱长吗 不能 古斯塔沃如实说道 这家伙很奇怪 他几乎极少跟犯人接触 一年也就过来视察几次 其他时间犯人是根本见不到他的 而且就算我要见他 也要提前打招呼 看他时间 他如果愿意见我的话 就会到监区的单独会客室见我 叶晨诧异地问 你们每一次见面都是在会客室吗 你有没有去过他的办公室 没有 叶晨又问 那你能去他的办公室跟他见面吗 不能 古斯塔沃摇头道 这里的管理还是非常严格的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他们内部的办公区都是什么样子 叶晨好奇地问道 我听别人说 你在这里自由度很高 甚至经常能够溜出去过夜 你有这么高的自由度 难道连他们的内部办公区都没去过吗 古斯塔沃道 虽然我偶尔确实能够悄悄离开监区 出去放松一下 但是他也跟我约法三章 每一次出去都必须 先谎称身体患病 然后医生会给我开一个留置观察的证明 等到晚上熄灯之后 我的人会把暂时替代我的人送过来 由他代替我在医务室过夜 而我则有点狱长安排的狱警蒙面带出去 每一次都非常谨慎 叶晨咋了扎嘴 继续问他 这个点狱长的情况 你能给我介绍一下吗 姓谁名谁 什么来头 多大岁数 有哪些癖好等等 古斯塔沃点点头 说道 这里的典狱长 名叫布鲁斯维恩斯坦 今年43岁 夜晨皱了皱眉 维恩斯坦 这个姓氏 好像并不多见 古斯塔沃道 确实不太多见 是个犹太姓氏 布鲁斯维恩斯坦 不太出名 但是他一位远房的叔叔 您应该听说过 就是好莱坞那个大名鼎鼎恶棍 夜晨恍然大悟 哦 我知道了 就是那个 侵犯了上百名女明星的好莱坞恶棍 对 古斯塔沃点头道 布鲁斯和他那个远房叔叔差不多 都热衷玩女人 除了赚钱之外 最大的爱好就是女人 夜晨轻轻点了点头 笑道 喜欢玩女人 那就有切入点了 说着 夜晨又问他 你跟这个布鲁斯之间 有没有什么利益输送 古斯塔沃道 明面上 没有什么利益输送 毕竟他是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 也不敢 太过嚣张 不过暗地里 我确实让人在外面 给他安排了一些美女 他每一次 也都不拒绝 夜晨点头道 既然这样 那你就想办法 跟他约个见面机会 越快越好 而且一定得 带着我去见他 古斯塔沃问 叶先生 那我该怎么向他介绍您呢 叶晨道 这个简单 你就说以前 跟我在墨西哥 有过一段交情 没想到我因为 非法移民 被抓了进来 所以你想让他 在监狱里 多照顾照顾我 说着 叶晨又道 你也别让他 白白搭个人情 赶紧给他 安排几个美女 越漂亮越好 今天晚上 就好好伺候伺候他 古斯塔沃点点头 行 我来安排 说着 他从口袋里 掏出一部手机 约瑟夫一见他 竟然还有手机 顿时便下意识地说道 卧槽 你他妈哪来的手机 什么时候 给我也搞一台 夜晨白了他一眼 呵斥道 闭嘴 忙正事呢 别乱打岔 约瑟夫立克 拾去地闭上了嘴 古斯塔沃 找到一个号码 拨了出去 跟电话那边 吩咐好之后 便对夜晨说道 夜先生 我都安排好了 今天晚上 有两个世界小姐 正好在纽约参加活动 我本来是想出去 享受享受的 现在就便宜布鲁斯了 夜晨点点头 现在时间 也不早了 你赶紧想办法 联系他 跟他约着见一面 古斯塔沃 不假思索地说道 好的夜先生 我这就联系他 上门龙序 夜公子 第2934章 头起所好 眼下 只要古斯塔沃 他儿子 想杀他的消息 没泄露出去 他在这所监狱里的地位 依旧无人能及 就算是约瑟夫 也不行 所以此刻的他 依旧有着布鲁克林监狱 独一无二的地位与特权 他打电话安排好 今晚的两个姑娘之后 便直接一个电话 打给了布鲁克林监狱的点狱长 电话里 他隐晦地说道 布鲁斯 今晚有一批新货到案 不知道你有没有安排 如果没有的话 可以帮我去验一验货 点狱长一听这话 顿时兴奋地说道 我今晚没什么安排 桑切斯先生 您真有好货要到案吗 点狱长虽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 但实际上 他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 也就是个外姓家奴 一个外姓家奴 而且又只是担任点狱长的职位 由此也能看得出 他其实享受不到太过上层的奢靡生活 古斯塔沃为了保证自己在这里的特权 之前就投其所好地安排过对方几次 算是让对方打开眼界 所以当古斯塔沃说出有新货需要对方来演的时候 对方的内心自然格外激动 古斯塔沃这时候微笑说道 我古斯塔沃桑切斯说话 什么时候没兑现过 对方立刻恭敬地说道 是是是 您说的对 古斯塔沃也是时机地说道 不过我们稍后最好能见一面 我有个朋友也进来了 我想让你们认识一下 你以后也能帮我多照顾照顾他 不过对方也不是傻子 听说古斯塔沃要给自己安排两个美女 而且还是世界小姐 他便知道古斯塔沃一定有事情要自己去办 在听闻指示如此简单地举手之劳之后 对方几乎不加任何思索的 便爽快答应下来 笑着说道 这种事情对我来说再简单不过了 桑切斯先生稍等一下 我这就让人安排好会客室 然后请您和您的朋友一起到会客室 我们见上一面 古斯塔沃松了口气 开口道 没问题 那我等你的消息 古斯塔沃挂了电话 约瑟夫一脸呆滞地看着他 以及他手里的苹果手机 又一次嘟囔道 我不管 古斯塔沃 你一定要给我搞一台手机 约瑟夫虽然潜意识里被叶晨下了心理暗示 认为叶晨就是自己失散已久的叔叔 但是他大部分情况下还能够维持自己大部分的正常思维 对手机期待已久的他 此时此刻脑子里想要个手机的强烈意愿也已经挥之不去 古斯塔沃有些不乐意的看了约瑟夫一眼 随后说道 这件事我说了不算 你说的也不算 得是叶先生说了算 说完 他看向叶晨 问道 叶先生 您的意思呢 叶晨看向约瑟夫 开口道 你要手机干什么 监狱的公共电话还不够你打的吗 手机这种东西在监狱里太扎眼了 给了你你肯定把握不住还是不要惦记了 约瑟夫对叶晨自然是言听计从 于是只好微微懦懦的说道 那好吧 叶叔叔 我都听你的 叶晨满意的点了点头 随后又看向古斯塔沃 开口说道 对了 你待会儿跟点狱长打个招呼 让他把我的手机给我还回来 古斯塔沃拍着胸脯说道 叶先生放心 这点小事一定给你照办 如果你外面有相好的想见一见 我也可以让人把他安排过来 叶晨看着他 非常严肃的说道 古斯塔沃 我能够理解你现在急于献媚的心情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举一反三 我要什么 你就给什么 我没开口的 你不要擅作主张知道了吗 古斯塔沃忽然想到自己 刚才去扯叶晨口袋的那一幕 就是因为自己想多了 主动了一把 反而还挨了个耳光 他一边下意识的 捂着脸 一边忙不迭的 开口说道 叶先生放心 我知道了 我一定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叶晨满意的点了点头 这时餐厅通向狱警办公区域的大门外 忽然来了几名狱警 他们隔着铁门大声喊道 古斯塔沃桑切斯准备出列 有访客 古斯塔沃连忙对叶晨道 叶先生 咱们可以过去了 叶晨点点头 叮嘱约瑟夫道 这里的事情 你要记住 让你的小弟 不要告诉任何人 否则的话 我为你是问 约瑟夫 毕恭毕敬地说道 叶叔叔 您放一万个心 走漏了消息 我把脑袋拧下来 给您当橄榄球梯 叶晨点点头 又道 另外你安顿 好古斯塔沃的那些小弟 就说是一场误会 让他们不要紧张 说着 叶晨又叮嘱古斯塔沃 去跟你的小弟 打声招呼 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 透露给外界的任何人 更不要向外界求助 你现在根本不知道 你身边有多少人 已经被你儿子收买了 古斯塔沃 有些紧张地问道 叶先生 我现在身边这些人 恐怕也未必都信得过吧 以防万一 要不要把他们全干掉 叶晨看了他一眼 骂道 你他妈脑子有病吧 你们犯罪集团杀人 都这么随意的吗 古斯塔沃 委屈巴拉的说道 叶先生 我这也是防患于未然啊 万一真出了事情 我可能就没命活了 叶晨冷声道 你放心 只要有我罩着你 除了我之外 谁都干不掉你 说吧 他又对约瑟夫说道 给我听听古斯塔沃这些小弟 谁要是露出马脚了就给我抓起来 约瑟夫连忙道 好的叶叔叔 叶晨看向古斯塔沃 行了 走吧 古斯塔沃这才放下心来 带着叶晨走向了大铁门 路上叶晨对古斯塔沃说道 一会向典狱长介绍我的时候 记得加上一句 就说我出身神医世家 最擅长治疗各种疑难杂症 我最擅长用针灸治病 无论任何毛病都能针到病除 几名来接古斯塔沃的狱警 并不认识叶晨 不过他们也收到了典狱长的消息 要把古斯塔沃和他的一个朋友 带去会客室 所以让他们看到古斯塔沃与新来的叶晨 一起走过来的时候 也并没觉得惊讶 其中一名狱警非常恭敬地问古斯塔沃 桑切斯先生 您身边这位就是您的朋友吗 古斯塔沃点了点头 没错 好的 那狱警连忙让人打开电动铁门 随后对两人说道 两位请随我来 典狱长已经在会客室等候了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2935章 真难忍 布鲁克林监狱的会客室 严格意义上并不算在办公区里 也不算在监区内 而是这两者中间的过渡部分 正因为是过渡部分 所以会客室离监区并不算远 就是出了铁门 一条走廊走出几十米到头 两侧的房间便都是会客室了 不过布鲁克林监狱的会客室也分三六九等 普通的会客室是所有犯人共用的 一个会客室里至少有十几二十个会客桌 犯人的家人或者律师来了 就在这里会面 在这种会客室会面 旁边不断有其他的犯人和家属 而且还会有狱警盯着 不允许有肢体接触以及物品传递 相对来说不太自由 身份稍微特殊一些的 就能够得到一间比较隐蔽的小型私人会客室 这种会客室里是 没有其他的犯人和家属 只有一名狱警监督 自由性相对好了许多 不过这里还有一间比较考究的会客室 会客室内不仅有沙发电视 还有一些零食饮品 更难得的是 这个房间还经过了特殊的升学处理 非常隔音 而且没有任何监控设施 最重要的是 在这里会面 预警不会进来干涉 探访人员随身携带的一些物品 只要是能够过得了监狱安检的 都能够转交给犯人 把这里当作夫妻探视的房间 做一些实际的夫妻行为 也完全不受约束 典狱长每一次和古斯塔沃见面 都会选择在这间会客室内 以确保绝对的私密 当叶晨与古斯塔沃一起 被带到这间会客室门口的时候 他已经能够感觉到里面坐了一个人 预警将大门打开 一个身穿西装戴着金丝眼镜 非常斯文 也非常符合美国上流社会形象的中年男子 正翘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 叼着一只雪茄 见到古斯塔沃进来这人连忙站起身 非常绅士地笑着说道 桑切斯先生快请进 古斯塔沃带着夜晨走了进去 外面的预警便将大门紧紧关闭 这时候 布鲁斯维恩斯坦看向古斯塔沃身边的夜晨 微笑道 这想必就是桑切斯先生的朋友了吧 你好 我叫布鲁斯维恩斯坦 是布鲁克林监狱的点狱长 夜晨也同样还以微笑 开口道 点狱长先生你好 我是桑切斯先生的老朋友 我姓夜 这次是因为非法移民被关到这里来的 以后还请你多多关照 布鲁斯维恩斯坦笑着说道 非法移民不是什么大事 想来夜先生不会在我们这里待上太久 不过你放心 既然夜先生是桑切斯先生的朋友 那么只要你在这里待一天 都是我们布鲁克林监狱的贵宾 我一定会交代下面的人 给夜先生充分的照顾 如果夜先生有什么需求的话 也可以向我提出来 古斯塔沃这时候开口道 不满你说布鲁斯 但夜先生过来见你 就是让你们认识一下将来夜先生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 你这里也一定要给他足够的方便 布鲁斯维恩斯坦笑道 这种小事 桑切斯先生你打个招呼就可以了 又何必屈尊过来跟我见面呢 古斯塔沃笑道 交朋友吗 当然得先见面了 说着 他又对布鲁斯维恩斯坦说道 对了布鲁斯 我这位好朋友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神医 他擅长治疗任何疾病 无论你身体有任何问题 他都可以帮到你 布鲁斯维恩斯坦看着夜晨 哼笑一声 没看出来夜先生这么年轻 竟然还是一位神医 不知道夜先生是哪家医学院毕业的 夜晨摆摆手 我不是学院派出身 是自小学习家里祖传的针灸疗法 我最擅长治男人那方面的问题 不够强 不够硬 不够久 不够软 都是我擅长的领域 布鲁斯维恩斯坦忍不住笑了笑 说道夜先生 前三个不够 我还可以理解 可这第四个是什么意思 难道还有人觉得自己不够软吗 作为一个真男人 谁会嫌自己太硬 夜晨微笑道 这你就不懂了 点狱长先生 男人不硬很可怕 可是太硬了更可怕 有些非常特殊的事情 你是没有遇到 等你遇到的时候就知道 我说的这种情况是多么的痛不欲生了 布鲁斯维恩斯坦此刻只觉得 夜晨应该就是那种专门忽悠人的赤脚医生 他自诩高职分子 精英阶层 是不可能对这种伪科学的东西有任何兴趣的 于是他便笑着敷衍道 那我只能希望我永远也不会遇到这种诡异的情况 否则还要麻烦夜先生来帮我治疗 夜晨也笑呵呵的点头说道 是 我也希望你永远不要遇到 但如果真不幸遇到了 那恐怕就只有我能治了 古斯塔沃见两人都聊到了男性那方面的能力问题 于是便挑了挑眉 对布鲁斯维恩斯坦说道 对了布鲁斯 今晚我给你安排的这两位美女都是非常漂亮的拉丁美洲角色 两人的身高都在5.8英尺以上 你放眼看去 除了腿就是胸 非常完美 希望我今晚的安排不会让你失望 布鲁斯维恩斯坦也是明显能够看出十分雀跃 男眼激动的说道 古斯塔沃先生实在是太客气了 连您都交口称赞的美女 那肯定是一等一的超级美人 我又怎么可能会失望呢 说不定这会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一个晚上 两个侍女如命的男人相视一笑 一切尽在不言中 叶晨这时候却悄悄向着布鲁斯维恩斯坦的体内 度入一道灵气 这道灵气并不是为了洗他的脑 也不是为了给他任何心理暗示 更不是让他扬尾 相反叶晨的这一道灵气 在他办那种事的时候 会给他超乎寻常的强大助力 如果把男人那方面的能力比一座登自行车 就算他能力再强 也不可能把自行车登出摩托车的动力来 甚至有时候登不动了 还要偷摸的吃上两粒药 那感觉就像是职业车手在比赛时 往自己的自行车里悄悄塞一个微型电动马达 来作弊一样 有效 但不多 但叶晨这一道灵气 相当于给布鲁斯维恩斯坦的自行车 直接装上了一台推力达到几十吨的航空发动机 平时登自行车 如果登不动 大不了就摆烂不登了 虽然丢人 但不会死人 可一旦这辆自行车 被巨大的推力推到急速 并且还停不下来 那虽然不丢人 但可就真的会死人了 叶晨之所以没有 直接给布鲁斯维恩斯坦 上个心理暗示 让他直接带自己去他的办公室 甚至带自己去他办公室下面的地下空间 是因为布鲁斯维恩斯坦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 而且他的办公室是地下空间的唯一出入口 十分敏感 就连古斯塔沃来头这么大的人物 都没有进过他的办公室 如果自己给他做了心理暗示 让他直接把自己带去他办公室的话 一定会引发别人的诧异 叶晨最不想的就是引起别人关注 尤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注 所以在叶晨看来 最好的办法就是先让这个布鲁斯维恩斯坦 这个真男人产生极大的难言之隐 让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主动想办法尽可能低调的跟自己见面 向自己求助 那样一来布鲁斯维恩斯坦自己 就会提前做好一切规避工作 到时候自己再与他见面 就不会有任何被别人关注的风险了 既然布鲁斯维恩斯坦今晚要登这趟自行车 那只要他登出第一脚去 就等于为自己给他留的那台航空发动机 按下了启动按钮 到那时他走投无路 一定回来求自己 上门龙絮 叶公子 第2936章 只有两个阶级 一阵寒暄过后 跑妞心切的布鲁斯维恩斯坦 便明显已经有些按捺不住 似乎想要尽早结束这场会面 于是叶晨便对一旁的古斯塔 我说道 我们也不要在这里耽误典狱长的宝贵时间了 让典狱长安排一下换牢房 以及手机的事情就可以回去了 古斯塔沃急忙压低声音 对叶晨说道 叶先生不如搬去我的牢房住吧 我的牢房条件是整个布鲁克林监狱最好的 而且还有电视和WiFi 叶晨摆摆手 我费了挺大功夫 才把我们牢房的规矩立起来 怎么能说走就走 要是瞧不上我的牢房 那就在你自己的牢房里好好待着吧 古斯塔沃一听这话 连忙摆手说道 咱这样 那我就还是去叶先生您的牢房吧 对古斯塔沃来说 现在最怕的就是 儿子找其他人来干掉自己 叶晨有着非同常人的超强实力 而且约瑟夫又对他言听计从 自己只要跟在他身边 那布鲁克林监狱相信就没有人能伤害到自己了 至于居住条件 这些都是小事儿 命都快没了 条件算个屁 随后 古斯塔沃帕叶晨反悔 连忙对布鲁斯维恩斯坦说道 布鲁斯 还得辛苦 你安排一下 我想暂时搬到叶先生他们的牢房里住几天 另外叶先生的手机你安排人给送过来吧 布鲁斯维恩斯坦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脱口道 这太简单了 我这就帮你安排 不知道桑切斯先生还有其他的事情需要我效劳的吗 古斯塔握摆了白手 一脸暧昧地说道 时间不早了 你还是抓紧时间出发吧 不要让美人们等得太久 我的人会把位置和房间号告诉你 今天晚上你就尽情享受 什么事情咱们明天再聊 布鲁斯维恩斯坦的心思早就飞到了那两个还没见面的世界小姐身上去了 连古斯塔握都开口了 他自然是连忙答应下来 笑着说道 桑切斯先生 那我现在就安排人送你们回监区 换牢房的事情我也会一并安排 很快一名预警便将叶晨的手机以及充电器拿了过来 随后便带着叶晨与古斯塔握从会客室离开 送他们回到监区 因为现在正属于放风时间 所有人都在监区内自由活动 所以叶晨与古斯塔握也并没有回牢房 回去的路上 古斯塔握低声问叶晨 叶先生 接下来还要我做什么 叶晨淡淡道 暂时没什么需要你做的了 从今天起 你就和我住一个牢房 只要我还在这所监狱 你的安全就一定能够得到保障 还有一句话 叶晨并没有说出口 在这所监狱里 自己会保护一下古斯塔握 但自己能在这监狱里待几天 那可就说不好了 等自己出去之后 古斯塔握还有没有被保护的价值 就要自己再重新评估一下了 两人刚回到监区 殷勤的约瑟夫便迎了上来 一脸谄媚的问道 叶叔叔 您事情办的怎么样 叶晨一脸威严的说道 约瑟夫 长辈的事情 你这个晚辈不要随便过问 知道了吗 约瑟夫连忙 惭愧不已的说道 叶叔叔您说的对 是我多嘴了 这时万事通 卢卡斯鼓起勇气 来到叶晨身边 开口问道 先生 您 您这边 一切还好吧 之前 叶晨忽然掺和 禁古斯塔握 与约瑟夫的事情 卢卡斯心中 虽然担心 可也不敢上前 问个究竟 眼看叶晨刚才 与古斯塔握一起走了 然后又一起回来 似乎不像是 有什么矛盾和危险 于是便鼓起勇气 上前询问 叶晨觉得 他还算机灵 便笑着说道 卢卡斯 从今天开始 古斯塔握 就要搬到我的牢房去了 你有没有兴趣 一块儿搬过来 卢卡斯听得震惊不已 他想不明白 大名鼎鼎的古斯塔握 为什么会主动搬到 叶晨的牢房 毕竟 古斯塔握 现在居住的牢房条件 在整个监狱那 都是拔尖的 只有傻子 才会放弃那么好的条件 住到普通的牢房里去 不过 面对叶晨的邀请 他还是非常激动的 爽快答应下来 连声道 先生瞧得起我 那我就搬去 跟先生一起住 在卢卡斯看来 古斯塔握这种大人物 是自己平时想接触 都接触不到的 眼下有这么一个机会 跟他住在同一间牢房里 说不定也是 一个人生的机遇 更何况 叶晨这个东方面孔的年轻人 也给了他很大的神秘感 他隐隐觉得 叶晨的来头 肯定非常大 甚至大到自己 猜都猜不出来 能跟叶晨拉近关系 那就更好不过了 叶晨眼睛 在附近的人群中 搜寻一番 很快便看到了 那个正在一小撮人群里 悄悄看向自己的 同牢房育有迪恩 自打叶晨 主动去找约瑟夫 和古斯塔握 迪恩就一直悄悄关注着 叶晨这边的一举一动 眼见他跟第一间区 以及第二间区的老大 聊得有说有笑 甚至两人对他还有些唯唯诺诺的样子 迪恩心中更是震惊不已 同时也对自己今天做死的行为 越来越感到后怕 他不禁在心中战战兢兢的暗存 他妈的 人家都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 我他妈不过就是区区一条泰迪狗 真是瞎了狗眼 竟然还想玩老虎的屁股 姓叶的今天没把我脑袋拧下来塞进马桶 都他妈是上帝保佑了 说着他不禁闭上眼睛 在眉间到胸前 以及左肩到右肩 划了一个十字 口中虔诚的说道 上帝保佑 阿门 叶晨见他闭眼祷告 便高声喝道 迪恩你给我过来 迪恩浑身一颤 顾不得继续祷告 连忙一路快跑 来叶晨面前 恭敬地问道 叶先生 您有什么吩咐 叶晨淡淡道 你负责从寝室里边儿 挑两个断手断脚的废物 跟古斯塔沃 以及卢卡斯换一下寝室 他们两位以后 就是我们的室友了 什么 迪恩吓得一击灵 闪电般偷看了古斯塔沃一眼 随后紧张地问 叶 叶先生 您说的都是真的 古斯塔沃见他默默唧唧 便有些不满地说道 你他妈耳朵聋了 还想让叶先生说两遍吗 迪恩吓得魂飞魄散 站立着说道 没 没有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叶晨瞪了古斯塔沃一眼 训斥道 古斯塔沃 你要搞清楚自己的位置 在我的牢房 只有两个阶级 一个阶级是我 另一个阶级是除了我以外的其他人 你以后只有听命于我的份 没有资格管理和训斥于你同一个阶级的其他人 明白了吗 古斯塔沃本想当个狗腿子 没想到叶晨还瞧不上 于是慌忙保证道 叶先生放心 我以后再也不会犯类似错误了 叶晨冷冷道 你又说错了 你不是不会再犯类似错 而是不会再犯任何错误 否则的话 我饶不了你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2937章 要炸了 有古斯塔沃的面子在 卢卡斯很快也收拾好自己的私人物品 在放风快要结束的时候 搬到了叶晨所在的牢房 当古斯塔沃来到叶晨牢房的时候 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便是 沃曹 叶先生 你们牢房怎么这么干净 一众欲有不由的面面相去 回想起今日打扫卫生的痛苦 一个个还都历历在目 叶晨此时微微一笑 开口道 在这间牢房里 卫生就是最重要的考核指标 我不管他们在外面 是因为烧杀抢掠进来的 还是因为性侵诈骗进来的 在这间牢房里 谁要是敢有任何一丁点的不卫生行为 我都会让他付出血的代价 说着 叶晨看向古斯塔沃 严肃道 你也一样 古斯塔沃不敢有任何忤逆 慌忙保证道 叶先生 尽管放心 我一定严格执行您的一切指示 对古斯塔沃来说 眼下想活命就得靠叶晨 这种情况下 他可不敢在叶晨面前有半分装逼 眼见叶晨的牢房除了干净之外 其他的都很简陋 他便立刻殷勤地对叶晨说道 叶先生 我今天晚上在布鲁斯维恩斯坦身上至少花了二十万美金 是 这家伙欠我一个人情 你要是有什么需要的 尽管向他提 他肯定不敢多说半个字 叶晨好奇地问道 你今晚那两个世界小姐要二十万美金吗 古斯塔沃肉疼地说道 两个人都是专门坐飞机过来的 每一个一晚上都要几万美金 房间又得几万美金 再加上头等舱机票之类的 二十万美金都是保守估计 说着 古斯塔沃骂骂咧咧地说道 布鲁斯维恩斯坦其实就是一个小角色 只是咱们刚好进了他的管辖范围内 以他的段位 根本就不配享受这么高端的服务 今天晚上他算是撞了大运了 叶晨笑着说道 我看未必 虽然美女是很贵 但是他很有可能无福销售了 是吗 古斯塔沃好奇地问道 叶先生 您为什么这么说 叶晨看着古斯塔沃 笑道 用不了多久 布鲁斯维恩斯坦会遭遇他这辈子 最黑暗的一个晚上 他一定会像无头苍蝇一样 在纽约各处碰壁 最后万般无奈来求我帮忙 古斯塔沃不解地问道 他去玩两个女人 还有什么事情是需要您帮忙的呢 叶晨故作神秘地笑道 等等你就知道了 说吧 叶晨来到自己的床上躺了下来 顺手掏出手机 将手机开机 在微信上将自己的大概情况告诉了陈兆忠 随后便开始耐心地等待起点 域长布鲁斯维恩斯坦的召唤 而此时 布鲁斯维恩斯坦 刚刚抵达位于纽约市中心的安曼酒店 这里是曼哈顿的中心 也是全纽约价格最高的酒店 而古斯塔沃今晚在这里预留的 还是整个酒店最贵的总统套房 一个晚上的房费就要几万美金 原本古斯塔沃是打算今晚在这里好好放纵一番 可没想到 这一切都便宜了布鲁斯维恩斯坦 当布鲁斯维恩斯坦抵达酒店之后 古斯塔沃的手下就已经提前得到消息 在这里等候了 见他来了之后 便恭敬地将他送到了顶层的总统套房 而那两位不远万里 从拉丁美洲飞过来的世界小姐 也已经在这里恭候多时 两人都穿着非常露骨的cosplay装扮 一个扮演对主人言听计从的女仆 而另一个则扮演唯唯诺诺 任人摆布的女犯人 当布鲁斯维恩斯坦进门的那一刻 两人便立刻围了上来 那女仆用苏妹入骨的声音说道 尊敬的主人您回来了 而那女犯人则声音略带紧张地说道 点 点狱长大人 您 您回来了 两人的这番表现 立刻就让布鲁斯维恩斯坦感觉到血脉喷张 他虽然也是见多识广的情场老手了 但还从未在如此高质量的场子里体验过 此时眼前的两位美女无与伦比 身处的总统套房也是奢华至极 再加上两位美女用心的着装与诱人的媚态 让她立刻便有了强烈的冲动 这一冲动不要紧 她立刻能感觉自己身下仿佛忽然被激活了一般 立刻斗志昂扬起来 两位美女此时也一左一右地靠上前来 一个人替布鲁斯维恩斯坦脱去外套 而另一人则帮她解开腰带 两人的动作充满挑逗 眼神更是带着十足电光 只把布鲁斯维恩斯坦激动的浑身 仿佛过了电一般苏麻 她此刻再也按捺不住 三下五除二便将自己的衣服脱了个一干二净 那雄风高涨的模样 让两个见多吃多的美女也是嘖嘖称奇 布鲁斯维恩斯坦也被自己今天远超平时的状态惊住了 人说最熟悉一个人的只有她自己 布鲁斯维恩斯坦也不例外 她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里 主要就是年纪稍微有点大了 那方面的能力大打折扣 就像是一台有些年头的老爷车 也不是不能发动 只是发动起来比较麻烦 老化的启动电机带着已经松弛的皮带 要费点功夫才能打着火 而且也不是打着火之后就能立刻踩油门加速 冷车启动的时候还需要先停在原地 慢慢维持发动机的运转 等到水温慢慢上来 机油也润滑开了之后 才能够真正挂荡启动 可是今天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今天她感觉自己就像是从破旧的老爷车 一下子就升级成了最顶尖的新能源 之前还点火困难 而且还要原地热车 现在直接连点火的步骤都省略了 轻轻一脚就能踹出一千匹的超强动力 零百加速甚至连一秒钟都不用 布鲁斯维恩斯坦也知道 这明显就不是自己该有的实力 就算自己18岁的时候也没有这种澎湃动力 不过眼下有两个火辣性感的大美女正等着自己尽情驰骋 所以她也顾不得多想 搂着两个女人便笑着问她们 美女们最大的卧室在哪 快带我过去 两个女人一人牵着她的一只手 十分暧昧地将她带到了这个总统套房的主卧 可就在布鲁斯维恩斯坦刚把脚埋进房间的那一刻 她便忽然感觉身下一阵剧痛 低头一看自己最熟悉的亲密战友 此时已经变得完全认不出来了 一旁的女仆也察觉到了一场 低头一看吓得连连后退 嘴里不由地自言自语道 这这还是人吗 另一个女犯人也吓傻了 一边后退一边摆手说道 这我我怕我承受不了 要不我还是把钱退给你们吧 布鲁斯维恩斯坦此时脸色已经变得一片铁青 倒不是因为生气 而是那里实在疼得要命 感觉随时随地都要爆炸一般 那种剧痛是她这辈子也不曾体会过的 每一刻每一秒都刻骨铭心 这时那女仆忍不住提醒到 点 点狱长先生 您您确定不需要干预一下吗 她看起来好像快要组织坏死了 布鲁斯维恩斯坦疼的冷汗蜂拥而出 越来越强烈的剧痛 已经让她的双腿变得越来越绵软无力 甚至开始剧烈抖动 她绝望地捂住身下 痛苦地哀嚎道 快快帮我 我快疼死了 她 她要炸了 两个女人也是吓得不轻 心理素质较差的女犯人紧张不已地 对那女仆说道 卡米拉 我们快走吧 万一出什么事情 把警察吸引过来 我们就完蛋了 名叫卡米拉的女仆 也瞬间回过神来 慌不择路的就要逃走 他们两个都是有头有脸的 世界小姐对他们来说 虽然靠身体赚点外快并不稀奇 可是这种事情绝对不能曝光出去 否则自己的形象将大受影响 前途也将彻底被毁 所以眼看布鲁斯维恩斯坦的情况如此诡异 两人真怕闹出人命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下意识都想着赶紧离开这里 布鲁斯维恩斯坦此时已经疼得快要昏厥过去 他躺在地上一边打滚 一边拼劲全力对两人吼道 你们两个婊子不要忘了 你们是古斯塔沃花钱请来的 古斯塔沃什么来头 你们肯定非常清楚 而我是古斯塔沃的贵客 如果我在这里出了问题 你们俩一个都活不了 布鲁斯维恩斯坦的话 顿时把两个刚才还想要逃走的女人 吓得站在原地恐惧地连连尖叫 古斯塔沃的残暴 他们早就有所耳闻 一想到他们原本是来伺候古斯塔沃 临时又被交代要伺候古斯塔沃的朋友 两人心里便顿时惶恐无比 如果古斯塔沃的朋友真在这里出了什么三长两短 而他们俩又岂之不顾直接跑路 那肯定是要被古斯塔沃的手下追杀的 两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那个名叫卡米拉的女仆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问布鲁斯维恩斯坦 我 我该怎么帮你 布鲁斯维恩斯坦也不知道现在对方有什么办法帮自己 他只能下意识地喊道 快帮我找一些冰块越多越好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2938章 真的没救了 听闻布鲁斯维恩斯坦想要冰块 那个反应速度稍快一些的卡米拉 连忙对身边的女孩说道 塔利亚 套房的酒吧 有人准备好的一瓶香槟 就插在冰块桶里 你快去把桶拿过来 那个女孩回过神来 不敢有分毫的耽搁 便快步跑出卧室 一阵叮叮框框的声音传来之后 那女孩便提着一个装满了冰块儿的铁桶 跑了过来 卡米拉赶紧从她的手中接过铁桶 蹲下来递到布鲁斯维恩斯坦的当前 布鲁斯维恩斯坦原本还想直接塞进去 但奈何情况实在不允许 于是便只能将冰块一股脑的都倒在了两腿之间 原本她以为 这些冰块儿一定能让自己冷静下来 但没想到这冰块对自己完全没有任何用处 剧烈的疼痛以及极度的肿胀 都没有因为冰块而得到任何缓解 布鲁斯维恩斯坦的表情越来越痛苦 也越来越扭曲 前所未有的剧痛 让她情绪彻底崩溃 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此刻的她 哪里还有那个威风凛凛的点狱长的影子 整个人如同一个弄脏裙子的小姑娘 坐在泥泞的水坑里 哭泣时的神态一模一样 卡米拉下意识地问她 点狱长先生 您还没有丝毫的缓解吗 布鲁斯维恩斯坦哭着连连摇头 绝望地说道 快帮我想象办法 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 卡米拉也很是慌乱 紧张地说道 可是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 说着 卡米拉下意识地问道 要不我打911求助吧 不行 布鲁斯维恩斯坦下意识地脱口说道 绝对不能打911 打了911的话 我完了 你们也完了 布鲁斯维恩斯坦很清楚 自己毕竟是联邦监狱的点狱长 而且又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 如果自己今晚在这里闹出如此大的丑闻 被外界以及罗斯柴尔德家族知道的话 那自己的前途就算是彻底完蛋了 民众绝对不会允许一个试图搞双飞 却差点搞乍自己的男人 继续担任联邦监狱的点狱长 而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一定不会再继续信任 并且重拥自己 必然会将自己抛弃 思前想后 他只能强忍着剧痛 开口道 去 去我的口袋里 拿我的手机 我要打电话 找人来帮忙 好 卡米拉一听 他说要找人帮忙 便稍稍松了口气 连忙去将他的手机取了回来 而此时布鲁斯维恩斯坦想到的求助对象 也并不是今天刚刚认识的叶晨 而是他一个在附近医院做主治医师的朋友 电话一接通 他便急不可耐地问道 马克 你在哪 电话里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 我在医院值班 怎么了 布鲁斯维恩斯坦连忙道 我现在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状况 可能只有你能救我的命了 马克诧异地问道 布鲁斯你怎么了 难道受伤了吗 布鲁斯维恩斯坦哽咽道 比受伤要严重得多 现在只有你能救我的命 马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连忙道 你在哪 我现在就过去找你 布鲁斯维恩斯坦知道 马克虽然是主治医师 但是自己现在这种情况 他一个人而且又没法携带很多专业设备的情况下 恐怕来了也是束手无策 所以现在最好最稳妥的办法就是自己去医院找他 于是他便叮嘱道 马克你仔细听我说 我需要你现在就去准备一间完全隐私的治疗室 千万千万不能让除了你之外的第二个医生接触到我 你现在就准备我也现在赶过去找你 马克连忙问 那你先告诉我大概的情况 我这边也好有针对性的做些准备 以免耽误时间 布鲁斯维恩斯坦表情挣扎了片刻 还是鼓起勇气说道 是我的小老弟 他他比平时大了至少两三倍或许 我感觉他就快要不行了 Holy shit 马克下意识地问 你是不是乱吃什么药了 我没有 布鲁斯维恩斯坦脱口道 我什么都没吃 他就忽然像是着了魔一样 我现在感觉他就像是被吹到极致的气球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爆了 Shit 马克报了一句粗口 急忙说道 你快点来医院 我去准备诊室 如果真像你说的大了两三倍 说不定是要坏死的 你一定尽快 越快越好 布鲁斯维恩斯坦也被吓得浑身发抖 脱口道 我 我这就过去 说吧 他把电话丢到一边 看向卡米拉以及另一个女孩 脱口道 快 帮我穿一下衣服 开车送我去曼哈顿医院 卡米拉下意识地说道 点狱长 您 您现在的情况 恐怕穿不上裤子了吧 布鲁斯维恩斯坦低头看了一眼 内心一片绝望 就眼前这个架势 想要穿上裤子 那是不可能了 除非直接搞一条背带裤 卡米拉这时灵光一现 连忙道 点狱长 要不我给你拿一件浴袍吧 行 布鲁斯维恩斯坦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 脱口道 快去 快去给我拿 几分钟后 两位戴着墨镜与口罩的世界小姐 一左一右肩难搀扶着被浴袍匆匆包裹的布鲁斯维恩斯坦 三个人急促地走出了房间 布鲁斯维恩斯坦此刻的剧痛没有任何缓解 又必须要迈步行走 所以每一次迈开腿 都会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折磨 就像是有无数根针正在拼命地扎向那里 可是他心里也很清楚 这种情况下就算是再疼也要忍着 绝对不能矫情 否则的话极有可能因为持续的剧痛昏倒在这里 万一自己失去意识 这两个女人为了尽量不担责 不激怒古斯塔沃 肯定会第一时间打911找急救人员过来 那样的话自己就算是勉强保住狗命 以后也没脸在美国待了 此刻的布鲁斯维恩斯坦 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意志力 强忍着要命的剧痛 与两名世界小姐一起来到了地下车库 卡米拉开上布鲁斯维恩斯坦的车 同时在他的指挥下驱车前往曼哈顿医院 十几分钟之后 汽车终于在曼哈顿医院门口停了下来 而布鲁斯维恩斯坦的好朋友马克 此时也已经做好了准备 一个人推着轮椅在门口等候 眼见布鲁斯维恩斯坦的车开了过来 他急忙推着轮椅跑过去将车门打开 此刻的布鲁斯维恩斯坦 蜷缩在副驾驶上 整个人已经疼得剧烈抽搐和干呕 马克没想到情况竟然这么严重 连忙将他从副驾驶报了出来 隔着浴袍 他看到布鲁斯维恩斯坦那里的轮廓 瞬间惊得目瞪口呆 他下意识地问 布鲁斯你确定这不是恶作剧 布鲁斯维恩斯坦情绪崩溃的大喊 马克今天不是愚人节 我也没心情拿自己的小老弟来跟你恶作剧 看在上帝的份上 你能不能赶紧把我带到医院里面 找一间治疗室给我治一下 马克回过神来 连忙道 布鲁斯 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 我只是觉得这也太可怕了 说着 他连忙推着轮椅 朝着医院内部狂奔 三分钟后 当马克真正看到布鲁斯维恩斯坦的患处时 他整个人仿佛见到鬼一样 喃喃道 这这根本不可能保得住了 布鲁斯维恩斯坦脱口道 你他妈保了吗 你就说保不住 你倒是保啊 马克无奈地摇摇头 连忙拿出仪器 测了测血压 看着那高到诡异的竖直 忍不住到血压高成这个样子 你是悄悄在身体里的某个地方 装了一台泵 把浑身的血都送到哪儿去了吗 布鲁斯维恩斯坦气愤地说道 我不是来听你将脱口秀的马克 做点什么啊 马克擦了擦冷汗 取出一些准备好的针剂 开口道 我先给你注射一些缓解的药物 看看有没有效果 稍等再给你做个造影 看看有没有哪个部位形成了血栓 说着 他打开针剂的枕头 试探性地问布鲁斯维恩斯坦 扎针能忍住吗 布鲁斯维恩斯坦双脚使劲蹬在地面上 急促地说道 每一秒都是在扎针 你就赶紧的吧 马克点点头 连忙替他注射了几支药剂 可没想到 布鲁斯维恩斯坦疼地整个人倾筋爆起 仿佛下一秒就会有一行从他的肚子里破糖而出 马克连忙问他 布鲁斯 你感觉怎么样 布鲁斯维恩斯坦咬着牙道 现在更疼了 马克擦了把汗 叮嘱道 再疼你都要忍着 我必须先给你做完检查 布鲁斯维恩斯坦绝望地点了点头 强压住推开窗户 跳下去的冲动 让马克帮自己做了几项检查 几番检查过后 马克疑惑地说 没有血栓 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这也太诡异了 说着 他看向布鲁斯维恩斯坦 严肃地说道 目前看 一时半会儿是不可能查出什么病因的 不过你现在的情况确实非常特殊 如此高强度的冲血无法控制 你的组织已经有缺氧坏死的迹象了 如果还不尽快把它切下来的话 可能会引发全身性的败血症 会危及生命的 布鲁斯维恩斯坦气得破口大骂道 马克 我让你想办法制止他 想办法让他恢复正常 而不是一上来就要把它切下来 你们医院难道就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马克认真道 布鲁斯 你要相信我的从医经验 如果只是普通的长时间冲血 我们是有很多种手段干预的 可是你这种情况不一样 这种颜色一看就是组织已经坏死了 坏死的组织是不可能救得回来的 要不然的话也不会有那么多截肢患者了 说着 马克又道 专业的医生其实一眼就能判断出组织的好坏 以及是否必须通过截肢的手段来治疗干预 很多病人因为不愿意接受需要截肢的现实 所以在我们最开始给出截肢建议的时候 他们一般都不相信 很多人甚至会拖着残肢 游走于各大医院之间 试图寻找一个奇迹 但这种情况下 几乎90%的病人在坚持到最后时 都只能接受截肢 布鲁斯维恩斯坦连忙问 那剩下的10%呢 是不是遇到了医学奇迹 医学奇迹 马克摇摇头 剩下的那10%死活都不愿意截肢 最后就真的死了 布鲁斯维恩斯坦绝望至极的问道 我不要 我接受不了 你就算砍我下一条腿 也好给我砍下他啊 马克无奈道 就目前的情况 我确实没有其他好的办法了 要不我联系一下相关方面的专家 说着 马克又提醒道 不过我要提前跟你说清楚 现在的时间 绝大多数的专家 都已经下班回家了 就算我能找到一个 愿意来帮你治疗的人 他赶来的速度也不会太快 所以你介意让我拍一段视频吗 让他们通过视频来帮你会诊 布鲁斯维恩斯坦捂住脸 脱口道 快点拍 拍得越仔细越好 马克赶紧掏出手机 拍了一段视频 发给自己认识的相关领域专家 很快 他便陆续收到了这些专家的回复 无一例外 每一个专家都回复了相同的两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内容 都是他们对视频内容的惊叹 因为所有人毕生都没有见过这种病情 而第二部分内容 几乎都觉得除了手术切除之外 应该没有第二条路可选 所有人的回复 马克都让布鲁斯维恩斯坦亲眼看过 这让布鲁斯维恩斯坦更加绝望 他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只是出来会一会世界小姐 世界小姐的滋味还没品尝 自己却要变成一个烟人了 崩溃至极的布鲁斯维恩斯坦宁死 也不愿选择截之 马克一时间也无计可施 只能对他说到 一般来说组织坏死 也不是立刻就要接触 正常来讲你 还有24个小时左右的考虑时间 等组织开始溃烂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做出决定了 不过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 真的没救了 说着 他由衷的感叹道 以前总是觉着男人一定要硬 可今天看来 硬可不是一件好事 布鲁斯维恩斯坦脑子里 忽然想到今天叶晨 跟自己说的那番话 他也说过 男人不硬很可怕 可是太硬了更可怕 这时布鲁斯维恩斯坦眼前一亮 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 一般低语道 那个姓叶的说的都是真的 难道他有办法治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2939章 请你无论如何都要救救我 当古斯塔握用毒枭的残存威严 换来叶晨旁边那张床铺 并且迫不及待 想跟叶晨套套近乎的时候 他口袋里的手机忽然嗡嗡震了起来 他连忙将手机掏出 低头一看 打来电话的竟然是典狱长布鲁斯维恩斯坦 古斯塔握有些差异 他的第一念头是 他妈的布鲁斯维恩斯坦这种狗屁小角色 也敢直接给老子打电话 真他妈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 也不知道是从哪年开始 古斯塔握对接电话就已经有了明显的抵触情绪 他越来越不喜欢接电话的感觉 总觉得别人打过来的电话会有一种令自己不悦的体验 他更喜欢手下人毕恭毕敬在面前向自己汇报 亦或者用非常尊重的语气给自己发来文字信息 当然到发号施令的时候 他还是更喜欢打电话 因为他喜欢那种直接输出的快感 古斯塔握身边的人都知道他不喜欢接电话 所以一般情况下有时都是先发信息 而且必须以尊敬的桑切斯先生作为开头 像布鲁斯维恩斯坦这样 直接一个电话打过来的情况 他已经好几年都没有遇到过了 要是在今天之前 古斯塔握接到他的电话 一定会直接挂断 但今天差点被约瑟夫干掉的事情 让他心里有了几分 对周遭的忌惮和对未知的恐惧 于是思前想后还是按下了接听键 不过古斯塔握语气明显有些不悦 质问道 布鲁斯 我应该跟你说过 平时不要给我打电话 有什么事不能先发个信息 布鲁斯维恩斯坦痛苦地说道 桑切斯先生 请问今天那位叶先生在你身边吗 我有要紧的事情需要找他帮忙 叶先生 古斯塔握诧异地问道 你找叶先生做什么 隔壁床的叶晨听到这话 从床上坐了起来 对古斯塔握说道 来电话给我 古斯塔握恭敬地将电话递给叶晨 叶晨拿过电话 笑呵呵地问道 典狱长先生 找我有事 布鲁斯维恩斯坦着急忙慌地问道 叶先生 你今天说的那个男人太硬了更可怕的事情 你以前遇到过吗 叶晨知道他现在肯定快疼死了 却不紧不慢地说道 当然遇到过 不过你不是不相信吗 怎么又关心起这件事了 我信我信 布鲁斯维恩斯坦忙不迭地说道 叶先生 今天 今天白天我确实有点太自以为是了 还以为你跟我说的都是危言耸听 等事情真正发生在自己身上 我才知道自己有多无知 说着 他声泪俱下地哀求道 叶先生 请你无论如何都要救救我啊 你如果不救我的话 我可能真的要完蛋了 叶晨故作 惊讶地问道 具体怎么了 你慢慢说说 布鲁斯维恩斯坦抽气着说道 十不相瞒 叶先生 今晚桑切斯先生给我安排了两位美女 可是我不知道是太激动了 还是身体出了什么毛病 那地方一下子就肿胀地受不了 就像是他妈的吞了一万颗万艾克一样 现在情况越来越严重 曼哈顿医院的医生说 组织已经要坏死 只能截肢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办法救我 叶晨笑了笑 看来事情已经向着自己规划的方向发展了 随即他便开口道 这个嘛 救到是能救 不过需要用针灸来进行治疗 我现在人在监狱 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布鲁斯维恩斯坦 连忙道 这不要紧 只要你有办法救我 我现在就回监狱去 我可以在监狱里接受你的治疗 叶晨恩了一声 道 只是这种治疗比较麻烦 时间也比较长 而且需要你光着身子 更重要的是 治疗过程中肯定会伴随一定的疼痛 你肯定会控制不住大喊大叫 你就不怕被监狱里的其他人知道吗 布鲁斯维恩斯坦连忙道 这个简单 我让我最信的过的手下 把你从牢房里带出来 然后悄悄带到我的办公室去 我在办公室等你 那里隔音密封非常好 绝对能够保密 由于自身情况实在太过羞于其耻 布鲁斯维恩斯坦的潜意识里 就是希望尽可能的保守这个秘密 他原本也可以让人在监狱其他地方 腾出一个房间来 让夜晨到那里给自己治疗 但是思前想后 去哪里都不能绝对的保险 这里毕竟是监狱 很多地方都无死角的监控 以及24小时巡查 万一被人发现自己的情况 再当成八卦传出去 自己还是前途近回 而整个监狱里 他觉得最安全的地方 就是他的办公室了 毕竟他的办公室后面 有一条保密度极高的密道 罗斯柴尔德家族 为了保证这条密道的安全性 不但将这条密道完美地隐藏在了 自己办公室的书柜后面 还对自己的办公室进行了极高四密度的升级改造 身在自己的办公室内 就算是用最专业的探测设备 也无法发现隐藏在暗处的密道 人的肉眼就更不可能看出任何端倪 自己让叶晨来办公室给自己治疗 既能做到绝对保密 又不用担心叶晨会发现那条密道 两全其美 叶晨见自己的目标达成 便爽快地说道 既然这样 那我就没别的问题了 典狱长先生回来之后 我可以帮你治疗一下 布鲁斯维恩斯坦顿时激动不已地说道 好的叶先生 这次你救了我 我一定会尽全力回报你的恩情 说着 他便迫不及待地说道 叶先生 那我现在就赶回监狱 待会见 叶晨恩了一声 好 待会见 挂了电话 叶晨将手机递给古斯塔沃 古斯塔沃一脸好奇地问道 叶先生 布鲁斯那个小崽子找您做什么 叶晨笑道 他身体出了点问题 想请我给他治疗一下 古斯塔沃惊讶地问 什么问题 该不会真的太硬了吧 叶晨笑道 他说像吃了一万颗 万爱可一样 卧槽 古斯塔沃笑着说道 那叶先生 已会一定拍张照片 来给我开开眼 叶晨好奇地问 原来你好 这一口啊 说着 他便对不远处的迪恩 说道 迪恩 桑切斯先生 有跟你一样的癖好 以后 你每天好好伺候他 敢有半点懈怠 我就废了你 让你一辈子当个灵 迪恩吓得 差点从床上滚下来 无论是让他 去伺候古斯塔沃 还是让他以后 当个灵 对他来说 都是无法接受的折磨 古斯塔沃 也慌得菊花一紧 连忙摆手道 不是不是 叶先生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可是标准的异性恋 一辈子只爱女人 刚才的话 您就当我 没说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2940章 目标达成 当布鲁斯维恩斯坦 在朋友马克的帮助下 回到监狱的时候 他已经被剧痛折磨的 快要引单自尽了 由于监狱管理严格 原则上不允许 非工作人员进入 为了避免 不必要的麻烦 布鲁斯维恩斯坦 让自己的心腹 将自己从监狱外面 接了进去 而他的好友马克 则只能暂时返回医院 回到办公室之后 布鲁斯维恩斯坦 强忍剧痛 让自己的心腹 到夜晨所在的监区 准备将夜晨从牢房里 悄悄地带出来 那狱警来到夜晨 所在的牢房门口 将门打开之后 便开口道 谁是夜晨 出来一下 夜晨慢悠悠地 从床上坐了起来 没说话 默不作声地来到门口 那狱警先是关了牢房门 随后低声对夜晨说道 点狱长在办公室等你 跟我走吧 夜晨点了点头 跟着那狱警走出监区 那狱警先是将他带到了监狱的医务部门 趁医务室的医生已经下班 把夜晨带到医生办公室里 递给他一身狱警的服装和鞋帽 低声道 换好衣服 我带你去见点狱长 夜晨没多问 将狱警的衣服换好 那人便掏出手机 叫来了一名同事 进来的狱警 身高体型与夜晨相差不大 而先前带他来的狱警 则低声对新来的狱警 嘱咐道 你在这等着 不要发出任何声音 也不要用手机跟任何人联系 我出去之后会把门反锁 你就在这里等我回来 那狱警点头说道 好的队长 先前那狱警放下心来 将他的帽子摘下 低到夜晨手里 嘱咐道 戴上帽子 我们走 一会出去之后 记得低着头 免得被监控拍到脸 夜晨微微点头 将帽子戴上 随后便与他一起走出医务室 出了医务室之后 狱警便刷卡带着夜晨 直接来到狱警的工作区域 那狱警一边走 一边低声对夜晨说道 记住 如果有人事后问起今晚的事情 你就说今天晚上你身体不舒服 我带你来医务室 但医生下班了 我只能先把你关在医务室 然后出去帮你找一些应急的药品 我找药品用的时间比较长 但好在你吃过之后 身体就好多了 然后我就把你送回了牢房 好 夜晨觉得对方这个狸猫 换太子的办法也算合理 没有什么明显的漏洞 而且自己穿着狱警的制服 而且还戴着帽子 监控拍不到人脸 也就不会留下什么切实的证据 想来应该不会引起怀疑 狱警带着夜晨来到顶层 穿过一条长廊之后 来到了点狱长的办公室门前 随后他轻轻敲了三下门 不等里面回应 便直接推开门 对着沙发上痛苦不已的布鲁斯 维恩斯坦说道 点狱长 人带来了 布鲁斯维恩斯坦 仿佛看到救星一般 连忙对夜晨说道 叶先生快请进 利普你先出去吧 那狱警连忙点了点头 在夜晨进门之后 将厚重的隔音门关上 布鲁斯维恩斯坦此刻 再也忍不住了 放声哀嚎道 叶先生 叶先生你要救我啊 你再不救我 我就要变成废人了 夜晨看着他 微微一笑 自己废了这么大的周章 就是为了不动声色的 来到这间办公室 这个目标终于达成 于是 他便看着布鲁斯 温恩斯坦 冷冷道 别急 你的小老弟 虽然很疼 但一时半会还坏不了 布鲁斯维恩斯坦 下意识地说道 怎么会 我做医生的朋友说 他已经要完蛋了 你要是再不给我治 我恐怕真要截肢了 夜晨淡淡道 放心 有灵气在 他不会完蛋的 只要你乖乖配合 我会治好你的 布鲁斯维恩斯坦 一脸诧异 灵气 什么是灵气 夜晨没有回答 他的问题 而是冷冷质问道 我问你 你办公室里 是不是有一条密道 周彼得是不是 被你们关在密道下面 布鲁斯维恩斯坦 瞬间 仿佛看到鬼一般 目瞪口呆地 盯着夜晨 南南道 你 你究竟是什么人 你怎么会知道 密道和周彼得的事情 夜晨微笑道 我就是为了周彼得 才来的 说着 夜晨一道灵气 打入他的大脑 用乌龙质疑的 口吻命令道 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布鲁斯维恩斯坦 浑身一颤 大脑瞬间将夜晨 视作为命是从的对象 连忙说道 我办公室后面 确实有一条密道 是一个电梯井 电梯井下面 有一间秘密牢房 周彼得就关在那里 夜晨又问 下面除了周彼得 还有谁 没了 布鲁斯维恩斯坦 如实道 下面只有他一个人 被关在一个 完全封闭的房间里 我每天会给他 送一次食物或水 夜晨继续问道 罗斯柴尔德家族 为什么要把他 关在这里 布鲁斯维恩斯坦道 是因为他偷了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东西 偷东西 夜晨皱眉问道 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 布鲁斯维恩斯坦解释道 我只知道那东西 对罗斯柴尔德家族 非常重要 但那个周彼得 就是死活也不说出实情 前段时间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 每天都来这里审问他 但一直问不出 有价值的消息 就让我暂时好好看管他 夜晨冷声问道 你能带我下去吗 能 布鲁斯维恩斯坦毫不迟疑地点了点头 夜晨又问 如果我下午 罗斯柴尔德家族会知道吗 不会 布鲁斯维恩斯坦道 这里是我负责 一切情况由我向罗斯柴尔德家族汇报 他们没有直接监控这里 夜晨放下心来 命令道 现在就带我下去 布鲁斯维恩斯坦恭敬地说了一声尊命 于是便来到自己办公室的书柜面前 他从书柜里拿出一本约翰福音 随后将自己的手掌完全盖在那本书的封面上 神奇的事情立刻发生 那本书在扫描他的掌纹与指纹之后 立刻发出低的一声 紧接着一处空着的书架背后的背板忽然打开 露出一组摄像头 布鲁斯维恩斯坦走上前去 瞪大眼睛紧盯着摄像头 紧接着其中一组书架立刻缓缓打开 露出一道金属的电梯门 等书架伪装的大门打开超过45度之后 金属电梯门也自动打开 里面是一部狭小的小型电梯